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几天前 一个捍卫穆斯林的社群运动 UMA公开要求要组建一个 没有行动党的马来穆斯林政府 那这个UMA的主席 马莫哈默在目打法 他就认为说 六周选举的结果反映了 人民希望实现 马来人和穆斯林团结的愿望 因此大家应该以开放的态度 来接受穆斯林团结议程 促进宗教 马来人和国家的利益 在我国多元族群的社会 建立一个单一宗教 单一族群的政府 是一个疯狂危险的建议吗 那这样的政府 等于是把非马来人 和东马多元族群 完全排除在政治主流之外 这是大部分马来人 所希望看到的一个政府吗 工大政治学者马自来拿里认为 行动党是一个获得非马来人 尤其是大多数华人支持的政党 那如果只允许马来人统治 而不让其他的种族参与 将会对国家团结产生影响 因为拒绝行动党 就等于拒绝华人 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做法 不管喜欢与否 非马来人也需要被纳入政府 去参与行政管理 这是马来西亚社会的现实生态 而一项标榜多元族群 强调族群和谐的东马政治人物 也纷纷谴责这种建立 单一族群政府的建议 沙巴民同党青年团团长菲利斯 和沙拉越巴卡拉兰州议员巴鲁比安 在接受访问时都抨击 这是非常危险和疯狂的建议 因为不止破坏国家的团结 也会漠视了其他族群 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和贡献 根本对于马来人物 我认为这种很危险 因为在所有州在马来西亚 有其他国家别的东西 有其他国家人在马来西亚 在这些州在马来西亚 来自东马的两位政治人物都认为 我国自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以来 就一直奉行民主制度 也一直标榜是一个多元族群 多元文化的国家 如果现在提倡组建一个单一族群 单一宗教的政府 不只破坏国家团结 更会让国家开倒车 沙巴民同党青年团团长菲利斯 和沙拉越巴卡拉兰州议员巴鲁比安都认为 一个提倡没有行动党的政府 一个只容许马来穆斯林组成的政府 绝对是个疯狂和危险的建议 而人权律师西蒂卡辛也认为 这种建议不代表大部分马来穆斯林的看法 同时也会让我国经济受损 西蒂卡辛也指出 这纯粹是一种为了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的自私建议 也不会受到大部分马来穆斯林的认同 而这样的看法绝对不代表多数马来穆斯林 他认为马来西亚美丽的地方 在于它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 而建立单一族群单一宗教的政府 只是一些政治人物 他们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提出的落后想法